这是真实拍摄于1995年的一段 父亲跟随公安干净 在山西朔州市送洪沟村 解救自己的被拐女儿的实录影像 21岁的李俊本是湖北黄石人 外出打工的他 在找工作的路途中 被人贩子拐卖到山西朔州 当他的老父亲和湖北民警 赶到他被贩卖的人家时 他已经成为别人家导而行 而为了能够成功地解救李俊 他的父亲先是找到了湖北黄石的当地警方 然后再同警方一同前往山西朔州平武区 解救自己的女儿 原本以为这次解救之行会十分地顺利 但当他们的车辆驶入该地区后 当地的民众便立即地围了上来 十分警惕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而为了能够平安顺利地执行本次解救 湖北黄石的民警又紧急地联系了当地的派出所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共同参与本次解救行动 随着当地警方的大力支持 解救组的车辆也顺利地开往了宋洪沟村 而为了不引起当地村民的大量围观 民警在入村前也是做了非常详细的部署 在确认被拐女子的居住地后 警方就飞速地开展起解救李俊的行动 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 由当地警方带领的便衣民警 飞速地冲入买主的家中 记得看见 不知道 说 而此时的李俊可能还没搞清楚情况 一脸茫然地在众人的拉扯下走出屋外 而当众人说明自己是来解救他的 他才跟随着民警的步伐 走出这个囚禁他的牢笼 而对于李俊来说 若不是他父亲和民警对他的解救 他的余生可能要一辈子都要待在这里 而等到民警再次确认李俊的身份后 分别已久的妇女终于相见 两人一见面便抱在一起嚎啕大哭 相互述说着对彼此的想念 而等到父女两人上车后 准备离开此地 买主的父母此时却站了出来 对着即将驶离的车辆进行百般阻挠 很显然他们不想让这位 自己用真金白银买来的儿媳就此离开 而在他们的对话中 可以知晓李俊是他们花费四千元人民币 从人贩子手中买下来 要离开可以 需要李俊的父亲把这四千元还给他们 如果就这样让李俊离开 自己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自己的损失又该让谁来补偿 是不是你不去 亲自不去 亲自不去 这个是 这几个是帅子 这么多人 谁不去 到后面 他买了这个人 都打起来有 打起来有 打起来有 我 四川里高 火比了一个 你得 我接我你的 你认识不认了 我说 认识不 我回去个 那给回来 现在这刷 也没有这别 最终在民警的解释下 买主的父母又开始打起了感情牌 他们希望李军可以留下 或者让自己的儿子跟随李军一同前往湖北生活 不过任凭买主的母亲怎么说 民警强硬的态度还是一口回绝了她 眼看自己的计谋无效 买主的母亲最终留下鳄鱼的眼泪 她不是舍不得她的儿媳李军 她只是觉得自己人才两空 自己的儿子没了老婆 最终李军在她父亲和湖北山西两地的民警努力下 成功被解救出了 此日在父母二人告谢完民警和记者后 坐上了返回湖北皇室老家的硅程汽车